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Firebase 今天是第七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的标题 iOS联合开发制数据读取 咱们先说 Firebase为什么有这个服务 它是干什么的 对 它是简化咱们的移动应用的开发 对不对 当然它也能做网站 那么既然它是简化移动应用 我是不是小马就应该给您做点 移动应用的开发呢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我用iOS开发 给您演示一下 如何使用Firebase的服务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 就一个iOS加Firestore的联合开发 是这样啊 咱们Firebase给他们提供了Firestore的数据库服务 对吧 让咱们可以保存很多的数据呢 在服务器端 那么今天咱们就要写个应用 去读取服务器端的数据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哦 马上看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说 因为今天我给您演示的是iOS的开发 咱们需要装很多第三方的库 第三方的包 那么您就需要在本地安装一个POD工具 首先说 您本地肯定要有Xcode嘛 对不对 12对吧 然后呢 还有再装一个POD的工具 有它咱们才可以安装第三方的库 第三方的包 好不好 我给您访问一下这个网站 您呢 要安装一下 咱们看一下啊 在这地方 我给他访问一下POD官网 它其实应该是Luby开发的一款软件 大家请看 您通过这个命令呢 就可以把POD的这个工具包 安装到您的本地 好不好 您呢 安装一下吧 OK 安装完之后 那么就能够进行今天咱们的课程了 怎么做 咱们往下看啊 首先我呢 应该是在Firebase控制台 咱们注册一个应用 首先说 咱们工作顺序是 注册应用 下载应用的文件 然后呢 咱们本地建一个Xcode的工程 然后呢 咱们引用 咱们这个注册文件 前几期 我给您讲解 咱们如何使用Node.js的管理工具包 SDK 对吧 咱们使用那个包的时候呢 是需要一个私钥文件 对 大家请看 这个文件 就是咱们iOS应用中的私钥文件 一会儿呢 咱们会下载到 那咱们马上开始哦 呃 咱们回到咱们的Firebase的控制台 然后呢 咱们点击 项目设置 好不好 到这个地方 咱往下看 前几期的课程呢 我给您已经注册了一个web应用 对吧 那么咱们再注册一个手机应用 好不好 啊 这样的话咱们大家请看啊 咱们后端是一个后端 咱们前端呢 可以通过这儿添加应用吗 咱们前端可以是web 可以是iOS 可以是安卓 可以是unity 各种各样的前端 对吧 今天我给你演示是iOS应用 咱们注册一个 呃 叫什么名呢 咱就叫做大型感 我这已经给您敲了 咱们就用这个包 为什么用这个包 是因为一会儿我建立Xcode的工程的时候 我就把它要叫做买APP 就是这个包啊 所以说咱们就用这个包 这个包是唯一的标识 呃 咱们如何在项目间的进行关联 以后咱们发到这个Apple Store 也是这个key 好不好 OK 然后这地方填一下我的这个iOS应用 咱们就叫买APP 没问题吧 这Apple Store我还没 我还没部什么 对吧 最后这地方不用填 以后咱们部署之后呢 还有填 包括咱们还有注册广告 AD mode什么的 好 咱们注册这个应用 你带这来啊 咱们今天课程可能时间有点长 好 大家请看 他说要下载这个文件 这个是私钥key吗 然后呢 把它安装到咱们的项目当中 那咱们下载这个文件 OK 大家请看 下载成功是吧 然后咱们干什么 咱们需要建立一个Xcode工程了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文件引入进来 那咱们马上建立 怎么建立 那请看 我这已经给您开了一个Xcode啊 为了这个效率化 所以说我今天把窗口都打开好了 那咱们马上建一个 咱们就叫做myapp myapp 大家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bombid嘛 对不对 这就刚才这就刚才我敲的那个位置 对不对 我敲的 我敲的刚才这个的ur 这不叫ur 这应该是叫包id 对吧 他们两个要匹配 OK 然后注意 这个地方呢 我选择 以前我做这个suit UI课程的时候呢 都让大家选择这个suit UI的生命周期 但是因为Firebase Firebase它提供的API呢 让咱们只能选择这个ur ukid的生命周期 所以说我今天选择的是这个ur ukid的生命周期啊 好不好 OK 接口咱们还用的是这个suit UI 这个没有问题啊 然后生命周期要选择这个ur ukid 大家请注意 好 咱们下一步 下一步就简单了 建造我的桌面上 没有问题吧 OK 最大化 简单的看一下 这都没问题 好 然后我要把刚才的这个工程文件 这个suit UI key拽进来 怎么拽 我那里把它下载到我的下载面家 这个位置 大家请看啊 就是它 对吧 我把它拽过来 拽到哪 拽到咱们的工程 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把它拷贝过来 哎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咱们就已经和Firebase连接上了 对吧 通过这一个文件 就已经连接上了 咱们编译一下 但是还不能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仅仅存在的是私钥 key 咱们应该在咱们工程中 再导入一个 大家听好 再导入一个Firebase的SDK才能用 对不对 好 我把工程关掉 OK 这工程里面 咱们已经有了私钥 key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 我把这个打开啊 这是咱们工程现在的样子 对不对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 咱们应该在工程中安装第三方的库 就是这Firebase SDK 怎么走 往下走啊 下一步 它说要添加这么一个库 怎么添加 我课件中都有 您看我的课件就够了 好 看我的课件啊 咱们需要打开 回到这控制台下 咱们需要打开我刚才建的这个工程目录 MyAPP 看一下 对吧 这是我刚才建的目录 对吧 在这个里面 咱们要执行PODINIT 进行初始化 把它初始化成吗 把它初始化成一个工作区 这样的话呢 咱们可以添加第三方的库 好不好 通过这个名领 咱们初始化一下 Go 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很长 分析 比如用到这个核心 比如用到这个Firestore 咱们就加这个 比如您还用到用户认证 那您在这呢 再添加用户认证 好不好 OK 咱们先添加这么几个 然后您具体想添加哪些 其实您访问这个网址 我在这都给您写了 您可以用那些个库 在这地方呢 都有介绍 今天呢 咱们暂时先用这四个 拷贝过来 好 拷贝到这文件中 Ctrl V过来之后 一存盘 然后退出 接下来 接下来我清个屏 接下来 咱们就要安装这些个第三方的库 对吧 咱们部署文件写完了 咱们接下来安装它 Go 这个根据您网络的情况 以及您本地电脑的情况 可能会有点需要时间 为什么 它需要下载库 还需要一些个 简单的编译的工作 是吧 呃 我现在是这样 我这电脑以前运行啊 不过现在运行什么都挺快 但是呢 运行这Scode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慢 现在为什么大家看我挺快 是因为我 已经在我的这个电脑中 很多其他项目 都已经编译过这个库了 所以说现在就看起来很快啊 OK 编译完之后呢 咱们怎么办 咱们再打开这个工程 再怎么打开 咱们回到维空城目录啊 大家请看 维空城目录下多了很多的文件 咱们刚才打开的是这个工程文件 现在不行了 因为咱们已经有工作区了 所以说咱们应该打开这个工作区文件 咱们双击它打开好不好 好 打开之后咱们看一下 打开之后 第一步应该是先编译 为什么 因为啊 咱们拿到第三方的库了 大家请看 Pose下这么多库 咱们需要编译它才行 咱们看一下 这是咱们整个目录结构 下面是咱们演用的第三方的库 但是呢 刚拿过来之后还没有编译 所以说咱们需要 今天的最花时间的 就是这个编译 咱们呢 赶紧编译一下 Go 正在编译 大家请看 有5246个task 所以说呢 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 没事 它编擦的 咱们往下走 咱们课件啊 好 那咱们先把这个完成吧 点下一步 这个工作咱都做了 然后他说 你通过这个地方可以处实化 这个我课件中都有 咱不用看 然后再下一步 然后呢 前往大工告成 是干什么 就打工告成 好 咱们继续前往咱们的控制台 OK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又多了一个新的应用 以前仅仅使用 是有这个MyWeb 现在又多了一个iOS 然后咱们可以再加 Unity也可以加 然后Android也可以加 都没问题 这就是Firebase 强大的地方 一个后台 然后前端呢 有各种各样的前端 都没问题吧 Very good 我是越来越喜欢云服务了啊 好 吹完之后 咱们往下走啊 首先 咱们应该 在咱们这个手机项目中 对吧 加上一段启动代码 干什么 让这个代码去读取 去读取这个私钥文件 对吧 读取完这个私钥文件之后 初实化 咱们整个的手机应用 那么呢 咱们这个手机应用 才能够连到Firebase后端的服务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 咱们做啊 那编译着 让它先编着 咱们不管啊 咱们在这个APP代理 这个类中 咱们要加点代码 首先引入Firebase包 好不好 咱们试试啊 在这个APP代理里面 UI key的下面 引用这个Firebase包 没有问题 Ctrl S存盘 然后咱们在这个application 整个应用程序初始化的地方 大家请看 做这一步 初始化一下 咱们FirebaseAPP 对吧 它会读取私钥文件 然后呢 做很多的设置 就在这 拷费过来 OK 这样的话 它就会把咱们整个项目中初始化 但是这样的话 启动时 稍微比您没有这行代码的时候 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 好不好 OK 这个看您的机器咯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往下走啊 是这样 接下来 我想是这样 给您编一个画面 这画面呢 去读取服务器端的一个表 或者说叫做集合 什么表呢 大家请看 叫做新闻表 然后把新闻表里面的内容拿过来 显示在画面上 这个新闻呢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我做一个匹配 它有两个字段 一个呢 是系统自动的ID 另外一个呢 是新闻的标题 好不好 咱们现在呢 去建这个集合 好 那咱们回到这啊 在云端建集合 今天的知识点 真的是很多 麻雀催小 五脏俱全 跟我一会儿 建立集合 叫做news 没问题吧 下一步 然后自动生成ID 咱们给一个 title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 咱们用中文吧 小马firebase课程 行吧 就叫这个 保存 大家请看 咱们多了一个新闻 叫做小马firebase课程 可以吧 OK 那么咱们就可以编写代码 去读到这个集合里面 或是这个表里面的内容了 好 那咱们做啊 首先咱们建一个viewmodel文件 叫做news home viewmodel 咱们建一个啊 咱们选到根 然后建一个文件 咱们用标准的swift的文件 没问题吧 提上名字 好 咱们create建立 好 一上来什么代码都没有嘛 对吧 那咱们拷贝上我的课件中的代码 今天切换有点多 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 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一上来 input这个firebase 不是 一上来input的什么 是input这个firebase的firestar的这个包 如果您要用到分析包 您要用到认证包 这是需要分别input引用 OK 接下来咱们声明一个结构体 叫做news 新闻 对吧 里面有一个ID 然后还有一个title 这没说 对吧 这个和咱们的集合 做字段匹配 好不好 您那里面有什么字段 这就有什么字段 这样他就会读到什么字段 就会mapping什么字段 对吧 OK 然后咱们编一个view的模型 大家请看 出版一个新闻列表 这个新闻列表 其实就是news的数组 对吧 这个地方有所显示 然后咱们在viewmodel里面 这编译成功了 在viewmodel里面 咱们声明一个fire saw的数据库的对象 然后再声明一个方法 在方法里面 用这个API 读取到咱们数据库里面的信息 大家请看 我控制住 只读取前五条 这是增加了一个 这是非常重要一点 这是增加了一个真听器 为什么叫真听器 是因为 大家请听 今天要说到重点了 是因为它可以动态的读取服器端的数据 它做的是数据绑定的模式 也就是说 当服器端的数据发生变化的话 我随时真听 然后随时更新我的UI的页面 非常好 这样让咱们节省好多好多的代码 这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内容 或者说非常好的功能之一 今天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咱们增加的是真听器 而不是傻读 而不是用slack的傻读取服器的数据 不是 是真听 它是双向绑定的一个概念 好 接下来就简单了 接下来就是 如果没拿到数据怎么办 拿到数据的话 初始化 newslist 然后返回 对吧 OK 咱们的viewmodel已经建成 然后咱们去改一下咱们的页面 咱们的页面 这个把它预览 这预览我就特别不喜欢 把它删掉 好 咱们试试 咱们在页面当中拷贝上我这个代码 请看 我这声明了 把刚才咱们的viewmodel引用进来 对吧 然后咱们做一个循环 显示在画面上 如果您没有SWIFT UI基础的话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正在做SWIFT UI的课程 您看我的课程 就应该学会了 怎么用SWIFT UI 开发咱们的iOS的应用程序 对吧 好 到此为止 我看是不是到此为止了 对 到此为止 咱们的程序的代码部分已经编完了 咱们可以连接到firebase的数据库 同时把我news里面那些信息读出来 当然咱只有一条news 对不对 咱们试一试 看能不能读出来 先编译 大家看看这行非常简单 就直接循环咱们viewmodel里面的news列表数组 对吧 然后读取每个信息 显示在画面上 用text 然后读取news里面的title 非常简单 SWIFT UI真的是大大简化了iOS的编程 比当年objetlc简化了一万倍 一万倍有点多了 好 然后大家请稍等 我选择一个八加模拟器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 我本人用理是这个手机 然后运行 看看能不能把咱们服务器丸的数据读出来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来 咱们试一试 这还需要一点小小的编译 比刚才那编译5000多个省事多了 好 现在咱们运行完之后 如果咱的程序不出错的话 应该在界面上看到 看到我的那条新闻 是吧 什么新闻 小马Firebase课程 对不对 好 看一行 Firebase 因为是第一次进行 所以说装载安装稍微有点慢 但是大家请看 已经看到了小马Firebase课程 对吧 是哪读出来的 是哪读出来的 是这读到的 对吧 没问题 我再增加一条信息 再增加一个新闻 title 因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说了 它是真听数据绑定 所以说 咱们增加一条新闻之后 咱们什么代码都不用改 页面能够自动感应读取到 大家看是不是 这个新闻叫做 I loveFirebase 可以吧 OK 保存 大家请看 我现在有两条新闻 对不对 好 咱们回到iOS 注意看 是不是也出来了 OK very good 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请看 数据库一旦发生变化 咱们页面端几乎不用编码 就完成了数据的更新 您认为这条框架是不是非常好的框架呢 隆重推荐给大家 我是非常的喜欢 OK 其实今天的代码课程就完了 但是大家往下看 我针对于刚才的代码 我又增加了一个改良版 它是针对于Swift UI 针对于Swift语言 做了一点简单的优化 但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给您再演示这段代码了 但是这段代码 也是官方推荐的使用的方式 您在您调试 我的代码程序的时候 您可以去使用下面的代码运行 和上面的结果是完全的一样 它仅仅是为了Swift 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也是推荐给大家 作为一个知识 您要掌握 下面的代码 您也要运行一下 我就不给大家运行了 好不好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如何使用IOS 来调取到服务器端的一些个数据 并且把它显示在画面上的整体流程 这个流程您跑通之后 您在做数据的更新 数据的删除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一通百通 好不好 OK 今天的代码呢 我呢 都会把它放到 在哪呢 这呢 都会把它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 直接运行一下吧 OK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